同学们 大家好 我们这门课程讲述社会科学概论 它面向本科生 甚至研究生如果想在社会科学概论方面有所进一步的了解 也可以选修它 那么这门课程呢 它和社会上所流传的那种数学科学概论 还略略有点区别 那么据我了解 在一些高校里面呢 曾经开设过数学科学概论展的课程 但他们呢 多数并没有把数学科学讲完全 只是针对了某些重点的这个数学科学的内容 做了一些概要的讲述 那么 我的这门社会科学概论 它要包括完整的社会科学所有的门类 就是说 一种课程呢 它只讲了什么政治学 经济学 管理学 什么心理学 抓了几个社会科学的一个 比较核心的 比较那个流行的 比较重要的骨干课程 讲一讲 而我 讲的这个社会科学 它是按照完整的社会科学人物科学分类体系 从头至尾 没有遗漏的 完全讲一遍 所以呢 作为一门课 那么 每周呢 那么两学时的一门课 在这个一学期的一门课里边 我们会把完整的社会科学的内容高讲一遍 所以呢 你选这门课 如果从那种效益的角度 它是比较划算的 那么用较短的时间 用较少的精力 能够比较完整的 把整个社会科学 整个的浏览一遍 那么 那么这是这门课程呢 我这个 讲课之初 请大家呢 做一个基本的介绍 那么紧接着下来呢 我来介绍介绍一下我本人 那么 我呢 本来是那个学 这个图书馆学情报学啊 这个专业的 这样扎一个老师 那么 我的主干课程 也不是社会科学概论 那么 我的主干核心研究方向是分类法 就是我们图书馆啊 排的ABCD啊 那个分类法 分类号 那是我的这种专业 那么到 当我过五十多岁以后 那么 突然呢 就有一点转向 那么 对这个社会科学概论 等一些呢 能够面向 所有专业的 本科生 他可能要学 要感兴趣的东西 做了点转向 那么这个课程呢 那么在 这个 在全国的开设里 讲 他是非常不欣妄 那么 为什么呢 那么 咱们同学呢 你也是了解我们老师的啊 很多老师呢 有很多的这个功利性的 实用性的目的 那么 讲 这门课程 或者在这门 这个社会科学概论 这里呢 那个往下的 做生理研究呢 这个 很难出成果 很难 出效益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 不可否认的 功利性的目的 原因 那么 如果从另外一个 这个 不功利的角度来 看谈呢 啊 你们接触的大学老师 都是有专业性的 啊 那么恰恰 啊 不要说我们国家 全世界范围 啊 据我的所知呢 啊 没有一个叫 社会科学概论的 这样一个专业 就是说 没有任何老师 会 是社会科学概论 这个专业 毕业的啊 那么 所有讲这门课的人 应该都是 业余的 后来转向的 啊 那么恰恰 属于呢 就是转向到 啊 这个方向来的啊 啊 那么 我们老师呢 是干什么 他的价值追求是什么 啊 他的这个 实目的是什么 同学们也不要过分的 管他 啊 总之呢 有这样一位 叫 陈志欣的老师 啊 会陪着 你们 啊 会帮着你们 啊 会和你们共同的啊 完成呢 这样一门呢 叫社会科学概论的课程的学习 啊 我们期望 通过 啊 这样的 这个 一学期啊 这样的时间也不多 啊 一周两 两次课啊 这样的一个 这个讲述 希望呢 对我们的大学生啊 啊 那么 对于整个的文科啊 有一个 非常 宏观啊 也非常微观 我们也不成全是宏观 宏观你在那啊 啊 轻轻点水的 到处的 收不深入的 那个也没有意义 我们是非常微观 非常具体 非常深入的啊 就是把每一个 科目都深入的 啊 谈几个问题的 啊 这样的 全部包括的谈一遍的 啊 所以说呢 我们这个社会科学的概论 啊 那么 希望啊 能够呢 得到同学们的喜爱 希望呢 能够 得到同学们的 这个 这个 对他的这个 产生 能够产生兴趣 啊 那么 对你未来的 啊 我想呢 这边可能会有 那么 起码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 啊 对你未来 在大学里边 如果你恰恰是 人文科学 社科学的 啊 那么我啊 一定会讲到你那个专业的 啊 那么呢 对你呢 专业的这个学习会有帮助 另外一个方面呢 啊 我们希望 现在有的话就是 素质 通识教育啊 那本身这门课也是 通识教育的 那么 希望你呢 不管你是学数学上 还是学地理的啊 啊 不管你是搞政治的 还是搞经济的啊 啊 希望你对这个 人文科学 数学科学 有个基本的这种呢 素质 素养 有这样一个 这个 基本的这样一个 这个这个理念啊 啊 那么这些素质素养 理念 恰恰 啊 是你作为大学生 是你呢 作为一个 做过高等教育人的一个 这个基本的条件啊 啊 这样我们来呢 啊 啊 我们抱着这样一个目的啊 啊 抱着这样一个基点啊 啊 来呢 学习我们的课程啊 啊 希望我们课程呢 对你有所帮助 同时呢 啊 这也是我第一次 这个 讲述战人的课程 那么 也希望呢 对我个人 在这个 这个社会科学的这个 啊 具体的方面 以及宏观的方面 能够有所啊 更好的这个提升提高 啊 好 那我们呢 今天呢 那么应该是第一讲啊 这个续言啊 啊 那么所谓续言呢 那么就是大致的 啊 宏观的 谈论几个 啊 问题啊 那么期望呢 通过这几个问题呢 我们同学啊 能够对这门课程呢 有一个 更 稍稍清晰一点的 一个 这个 划定这样 就像有点划定范围了 我们的课 大致是什么样子呢 啊 那么 我们想啊 第一个问题呢 啊 我想和大家说 本门课程 不是什么 它不是 社会科学学 啊 那么你如果 对这个 嗯 这个学科分类感兴趣呢 你会发现 有门 这个 专业啊 有门学问 叫做社会科学学 那么 这个 我们课程不是他 啊 那么什么是 那么这个 我们不 我们课程不是他 不是他 啊 那么 而这门课程呢 对社会科学学 啊 就是说我这个社会科学概论 这门课程 对社会科学学啊 啊 完全的 完全 对社会科学学啊 啊 完全的不感兴趣啊 啊 虽然我们的课程的 过程中 或者尤其到最后 会说到社会科学学 但是我们对他呢 完全的不感兴趣 啊 不感兴趣 我们的课程啊 更测动的是 扎到具体的社会科学 门的里边去 扎到他的具体的 核心问题里边去 啊 这些核心问题呢 比较的带有 真知灼见的特点 啊 我们不只用系统性 全面性啊 啊 涵盖一切 涵盖那个学生的一切 我们就抓到 几个 让我们眼睛一亮的东西 那么 所以说呢 那么社会科学学 他不能让你老亮啊 他就是很融合的 很综合的 很抽象的啊 所以我们不是社会科学学 啊 那么 人类 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呢 存在两种趋势 啊 存在这个两种趋势啊 啊 两种趋势啊 啊 那么 哪两种趋势呢 啊 那么 这个 应该呢 这个 一种趋势呢 那么是 呃 这个 呃 这个 沿着呢 深入的认识 不同物质的不同一种形式 啊 这是一种形式 啊 那么呢 深入呢 就代表很专门 啊 很专业 这是一种趋势 第二种趋势啊 啊 那么 他关注的是 这个 物质世界的整体状况 学问的全部的学问的样子 啊 就像社会科学学 他就是关心社会科学全部的样子的 啊 那么呢 他不可能太深入 啊 但是他表现的呢 是对于知识的整体化 研究的比较好 系统化比较好 啊 融合性比较好 啊 所以这是两种特点 那么谈到这个 啊 关于这个 这个 科学的发展趋势 或者说人们的认识的两种趋势的时候 啊 我们不停想到 啊 前两天我看到我们 就是北师大刘家和老先生 发的一段那个网上的一个视频呢 啊 那人家九十多岁了 啊 那么他就回顾自己一生呢 说任何一个学者 其实哪是任何一个学者啊 啊 就是我们任何一个学生 老师 任何一个人 凡是你对于知识 对于学习感性的人 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 他用两个字 就是专与博 啊 啊 钻门 你是不是很专业 啊 是不是很精深 啊 这叫钻 博呢 你你光钻了 那你只能在一个点上钻 可是这个世界上只有 一千个点 一万个点 他需要有关注的东西很多 你别的啥也不知道 那你就是只有钻 啊 但你钻完了 他用博一点 这多一点 那么叫博 可是你博的太多了 啊 你关注的太多了 那呢 被关注的那些东西 一定你很难钻身 所以这是 刘家和 我们北山历史学院的老老教授啊 他说呢 这个任何人都存在这个 专与博的矛盾 他是很矛盾 老人家正说啊 你只 你不钻啊 那么你这个人是没有 没有 没有 没有价值的 什么叫没有价值 就没有价值 说的很 很文雅 不钻你没有价值 什么 我翻译跟什么 你要是不专业 啊 对什么掌握的不精 你这个人没有用 如果你不钻不精 你这个人没有用 啊 老人家说话比较文明 说呢 不钻呢 你是没有价值的 所以我们大学生 我们这位同学来高校干什么 都是学一个专业 啊 学一个行业的东西 啊 未来呢 我们获得一种 某一个领域的专门知识 啊 然后呢 我们对他进行呢 这个 专门的研究 从事专门领域的工作 啊 这是我们都是 每个人都 这都是我 每个人的这个未来 那么 你钻为什么 他有缺陷呢 啊 你就钻到你的里边去了 钻到最后呢 你干这个事情的 什么 你都不知道 你就专门生产炮 现在世界也有硝烟弥漫呢 俄国战争 啊 发这个 加沙 以色列 和巴勒斯坦的这个 哈马斯的战争 啊 打炮弹 你就生产炮弹 炮弹 你都不知道这炮弹 是打好人的 还是打坏人的 你都不知道这炮弹 是帮助 好人 打坏人 还是 帮凶坏人 处理好人呢 你对 只研究打了 生产炮弹了 啊 你都不知道炮弹 干什么用呢 所以说你除了 钻以外呢 还能知道点 其他的事情 所以老人家说 不搏 不搏 你是没有意义的 啊 没有意义的 啊 专到自己的里面 死红洞里面 什么都不知道 你是没有意义的 那么每个人 不论是大学者 大专家 名人 啊 能人 还是我们普通百姓 他都存在 这样一个 钻和搏的 这样一个矛盾 啊 太钻了 不搏不行 啊 一点外边 不接不知道 你什么都知道 啊 万事通 结果你干什么什么 不行 啊 就是说 不钻也不行 所以我们在这两者之间呢 是一个协调的关系 啊 那么 我们的啊 这个课程 啊 它 本身呢 啊 它是一个 不是面向这个整体全面的啊 不是 不是那样的啊 一个课程 那么 啊 我们的课程 啊 很钻很钻 啊 很钻很钻 啊 很具体很具体 啊 我们都是具体的问题 啊 涉及每一个领域的具体问题 啊 那么 啊 这是我们整个课程的这样一个大致的面貌 啊 那么 我和大家共测的钻 啊 会谈到一点整体全面的博的这个问题 啊 渊博的 啊 什么都谈谈的 我们都在钻 钻了这么多点 啊 不会钻得很深 啊 同时呢 我们这个钻的本身就是 脖的 是全面的钻 啊 那么呢 这是呢 而 我们说 一再说呢 我们这课不是受科学学 它呢 啊 就丢掉了这个具体和钻 它就是面向整体全面 啊 所以说呢 这里边 谈的第一问题呢 啊 给大家明确一下 啊 不要一提什么 啊 这个课程是受科学概论的 概论就是啊 稀里糊涂 啊 马马虎虎啊 什么都说了 什么都没说透 啊 不是的 啊 这是给大家一个 这个说明 那么第二个问题 这个本课程的方法论基点 刚才我们在上个问题我们说了 我这课程呢 它不是综合的 它是非常专门的啊 啊 涉及到政治学 经济学啊 心理学啊 历史学 政治学 说到里边非常具体的东西的 不是综合的 不是全面的 不是笼统的在这在这讲那种大道理 啊 那么我们的讲课内容呢 啊 是非常专门的 非常专门的 那么这个 题目什么呢 我们的方法论 就是这个课程呢 啊 你上完了呢 或者在上个过程中 这个老师 这门课程本身呢 他有一个看问题的角度 啊 看问题的角度 啊 我们看问题的角度呢 啊 啊 啊 是不是也是专门的呢 因为我们讲课是很专的 很具体的 我们看问题的角度 是不是也是很专门的呢 啊 是不是啊 我们看问题呢 啊 是不是以政治的角度 来看问题呢 啊 是不是以人类学的角度 看问题呢 实力学的角度看问题啊 社会学的角度看问题啊 历史学的角度看问题啊 啊 我们是不是以这种专门的 学和的角度来看问题呢 啊 我和大家讲呢 啊 不是的 不是的 啊 不是的 啊 我们这个课程啊 啊 虽然讲课内容是专的 啊 但是我们的方法论 我们的这种思维 它却是一个常识视角啊 这个话呢 就是说 它是一个常识的视角啊 它不是立在某一个学科的那种特点上 它就是一个 我们什么都没学过啊 你看好多 我估计选文课的人也有一些高中生刚来的啊 大一的学生啊 好你就保持大一那种状态很好 高中生的状态很好啊 啊 我们呢 甚至好多同学呢 念了好几年大学 除了自己本专业 学了几本专业看以外 之外的一切专业什么都不知道啊 那么呢 我认为你还是保持有比较朴素的 这种啊 好像是没学过 没念过书的人的那种呢 那种状态 啊 我们说 朴实的状态 常识的状态 不是说我们到大学里边了 就把它抛掉了啊 我们是有知识的人了 再也不是啊 这个 每日吃饭睡觉啊 每日只知道日生日落的那样一个场 那个俗人了 我们不俗人了 我们是大学生了 我们是高中教育的人了 不是 啊 那个常人思维 熟人思维啊 就是很很平俗的 很正常的啊 啊 那种思维呢 那个永远有价值 永远有价值 所以我们说 第二问题呢 我们说啊 这个课程啊 啊 实际上呢 一会儿我们谈政治学 一会儿谈经济学 一会儿谈文化 一会儿谈历史 一会儿谈的心理啊 一会儿谈军事的 我们什么时候谈 但是啊 我们的这种方法论 我们的感情啊 它依然是朴素的 依然保留着我们的赤子情怀啊 我相信诸位同学呢 有一定的知识 我也不是什么知识没有 但我们就如同呢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都不一样 如同我们的少年啊 青年啊 如同啊 你看我头白了 如同我没经历过人生的这种长伤啊 一样的啊 就是一种出子情怀啊 来看待啊 我们课程里面面临的的五花板的一些问题啊 这也是请大家注意的啊 请大家注意的啊 我们不是站在某一个学科的角度啊 不是站在某一个啊 就局限性的啊 不是红的就是黑的就是白的 我们不是那样一个鲜明的一种角度来看问题和判断问题 我们是站在一个常识的角度呢 来来看这个啊 这个常识的角度啊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啊 那社会科学概论嘛 啊 总要开宗明义 谈一谈呢 这个社会科学的这个概念嘛 概念嘛 我这里呢列了两个日子啊 1921年7月23日啊 中国人党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啊 全国代表大会 参会人员13人 这13人 这是我们党的创始人 相当的一部分人或者脱离了中国共产党 或者成为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那种力量 那种力量啊 中国共产党啊 20年代是刚一成立啊 在20年代我们学过中国党史啊 中国共产党呢 饱受摧残 惨遭学习 30年代呢 刚刚有点起色 什么建了说哀政权嘛 然后又就是五四反了一脚 被迫长征 在长征的途中 啊我们都知道有个字叫做 啊我们党内有人质疑 红旗还能打多久 长征 长征 胜利啊 我们渡过了啊千山万岁 到达陕北啊 啊 那么 据 石诺在西芹万里里的记述 1936年 石诺在西芹万里里 啊 那么接受 这个他他说到啊 即使在那个时候啊 1936年到1919年 还说13年啊 大量的 这个人啊 是看不到 这个 这个 这个未来究竟 会什么样子的啊 未来什么样子 看不见的啊 但是有一个人看得见 那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 他看得非常清楚 非常清楚 那么 这个 而且非常的这个 以为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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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奸 中华民族重新组织起来 顽强战斗 有没有什么力量 在护佑 中国共产党的 壮大 和发展 那么这些问题 就属于 社会科学的研究 范畴 研究这个东西就叫 社会科学 同样 2001年9月11日 有18个男人登上了几架飞机 企图截时 飞机撞回 世贸中心五角大楼白宫或者国会大厦 他们的三架飞机 实现了目标撞击了 第四架飞机 却被阻止到 最低并没有造成 现实的破坏 那么 当时也是 是什么力量驱使这些 截敌者呢采取这样的行动 又是什么力量 让乘客组织起来 支持他们 有没有什么力量 能够 防止这个 美国主要要是件悲剧的 这个发生啊 如果研究这些东西 很多东西只能 吹车了 那个飞机 彻底的 爆炸 骗了 不留的 好多东西只能推出 只能假设 去研究它 那么这 也叫 社会科学 那么举这两个例子呢 实际上 引出呢 那么 什么是社会科学呢 社会科学啊 它是 您对 能够 指导和引领 个人行为 以及团体行为的 这个社会力量 文化力量 心理力量 经济力量 和政力量的 综合研究 综合研究 那么这叫 社会科学 那么 什么是社会力量 社会力量呢 那么它是一个 很现实的力量 文化力量呢 可以说它是一个 传统的力量 文化是传承来的 心理力量呢 是 情感的 内在的 个人的 个人的 当然也有 集体的心理力量 内在的 经济力量呢 它是一个 现实的力量 政治力量呢 它是 上面几种力量的 合成的 这样一个力量 那么 这是呢 社会科学 那么这些力量 刚才是 笼统说 包括那些 刚才笼统的说呢 是包括这些呢 这个 社会力量 文化力量 心理力量 经济力量 和政治力量 笼统说 那么具体说呢 这些力量呢 包括什么呢 包括呢 这个 这个 自然科学力量 我们搞 社会科学研究 不排斥 自然科学 自然科学 是有力量的 自然科学 我们有一词 叫做 科学技术 是生产力 它是能够 改造世界的 也能够改造 主观世界的 它有力量 那么 哲学力量 那么 给人一种呢 世界观方法论的 那种呢 理性的力量 宗教的力量 我们中国 是不信 宗教的国家 世界上 有一部分国家 是宗教国家 宗教提供给 超理性的力量 伦理力量呢 它是一个 内在的 道德 约束 规范 求美的力量 就是美学 我干这事干什么 它美 它好 它善 真善美 求美 那是力量 心理的力量 内在的 品格 意志 能力 思维 它也是力量 社会力量呢 那么呢 它是一个 这个 人群综合出来的 这样一个 人群综合 聚集起来的 力量 民主力量呢 它 按照 人类学的角度 按照民主学的角度 它是有着 它夹杂着 综合着 民族 国家 人群的 这种 包括历史的力量 那么这也是一种呢 这个巨大的力量 管理力量呢 它是说 这个 对于现实的组织管理 那么呢 可以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 这样一个力量 政治力量呢 是国家 国家统一的 在国家的通设之下的 把各种力量 聚合起来的 那么法律力量 那么叫 法律 它以固定的形式 规定 不同 人群的这样一个 关系 那么它对 调节社会 是有巨大 能力的 军事也就是它 那么 你看看 现在世界 哪是 打仗还是存在的 它就是一种 军事就是力量 力量 经济力量呢 那么 不打仗的时候 或者打仗的过程中 经济的 这个支撑 它是具有力量的 新闻呢 我们说 影响人的 思维啊 影响人的情感呢 就是舆论 是具有 比大炮力量 还强的 力量的 传播的力量 那么 传播能力 和一个国家的 经济能力 是一样的 那么你把你的价值观 能够传播出去 让人家 接受你 或者听从你 那么这也是一种呢 协调力量的 手段呢 教育的力量 那么叫 润物系无声 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那么 这自然呢 是一种呢 重大的力量 圆的力量 这个老师 必须要用 说话的方式来 来和学生打交道 这位同学 也要用说话的方式 和这个世界打交道 语言 它是一种力量 文学呢 那么是语言的 高精尖的 导达方式 文学 我们说 卢勋的比 比大炮 比导弹 还管用 文学家的力量 力大无边的 艺术的力量 一个默默的雕塑 在那放着 一段优雅的舞蹈 转一圈 它对人 对群体 受重大的感染力量 历史的力量 过去没有完结 那么过去没有走远 历史 包含着浓重的力量 考古的力量 地下 地下的 东西 它能说话 它对我们今天 也有影响的 所以我们说 我们把刚才的这些力量 具体化出来 其实这也是我们这学期 这门社会科学概论将要包括的这些力量 我们就是逐一的来分析这些力量 这是我们这门课 也是我们在谈社会科学是什么 同时也在谈的 这个我们这门课程将要谈什么 那么下个问题呢 就是社会科学实验的特殊性 这个课程理科生可以选 我相信好多理工科的同学呢 它有一个非常强的这个实验的思维 什么东西 我们严格的规判好了 做一下 实验能成功 那么它就是一个规律 这个规律呢 就可以指导未来的这个工作 那么恰恰我们说 社会科学区别于自然科学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 就是这个社会科学呀 是很难做实验的 很难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和基础科学方法的 谈那套东西来建立自己的这个 这个建立自己的科学体系 那么这也是好多人认为 这个理科是科学 文科不是科学 不是能做实验就是科学 而是我们这个文科 它不能做实验 这是呢 我们要特别特别注意的 这样一点 为什么不能做 因为好多社会科学问题呢 它都牵涉重大力 把你钱 把你家钱都 都给我拿来 你拿嘛 同时呢 它也涉及庞大人群 给一两个人 你把钱先放我这 我肯定还给你 涉及 涉及 庞大人群 你让这么多的人 干大人事 干一个什么事 你把钱都掏出来 给我 然后我告诉你 这是实验啊 咱们假装了 咱们假装了 就给我实验 谁给你啊 那么我们说 这种东西是牵涉整个社会的 它不能试 不能试的 那么解决这类问题呢 难以通过这种 受控实验的方法呢 这个 这个 来试验的 来试验的 那么 这个 不能试验的 那么这个 自然科学的实验 它都是呢 面向未来的 我现在做好了 如果成功 那我就可以知道 未来的这个工作了 这个规律就 大家就不用再试了 或者你试一试 只是重复一下我的思路 训练训练 你的科研思维 那么大家就可以拿来用了 就是指导未来的 那么这个 社会科学的这个 这个东西啊 这个 我们也有两个 试验 就是检验 就是检验 我们不要试验 我们只能叫检验 那么 社会科学院有一种叫历史的检验 就是说 是我们今天的人 来翻一翻过去的老账 然后评判一下的功过是非 那么用历史来检验 我们我们以事后 试过上的方式来评论过去的事情 哪对哪错 哪好哪哪不好 这叫历史的检验 那么这是面向过去的 这个事都完事了 还有一个词汇呢 还有一句话呢 这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 实践 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那么这个实践 是除了历史检验的以外的 又一种检验方法 其实我们把这话细分的 实践 它检验真理呢 其实是偏向 就是用现在的事情 正在干的事情 马上干的事情 马上就得检验这个 指导我们干事情的思路 对不对 那不对呢 赶快调整 调整呢 再实践再干 用调整好的思路 干实践 对不对 好不好 再重新反过来调整 这是我们马斯主义 我们高中是学会的观点 就是理论 有理论到实践 有实践到理论 然后往返无数次 我们这叫实践 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那么你看这个检验呢 它其实是理论和实践 想的和干的 它是同步的 或者交错的 那么它是一种现实状态 而这种历史的检验 无论是历史的检验 还是呢 这种实践的现实的检验 它都难以像自然科学那样 我做个实验 做好了 未来 至少是几十年上百年 你不会推翻的 不会推翻的 基本就是真理 可以指导未来的一切 而恰恰呢 我们的社会科学 很难做到像自然科学那样 稳定可靠 那么这个东西是好了 这个一定不会改了 哪有学理工科学之后 哪有老改 理工科学的这个理论定律 这个基本的 这个基本的数据参数的 没有啊 但是社会科学呢 很难做这样的实验 也很难提出这样一个像真理性的东西 来解决 来解决这个社会的重大问题 重大问题 那么这是我们说的这个话题呢 是说的 社会科学的实验的这个很难 很难 那么 这么难 是不是我们马上就导出第五问题来 是不是就是说 不容易找到社会科学的规律 很难找到规律 很难找到规律 为什么 为什么 刚才我们说 为什么呢 刚才我们第四的第二问题说了 他做实验很难 这个第五问题呢 我们说 找不出规律的一个原因呢 在从脱离那个实验的两个字以外 我们再说一说这个 社会科学规律 找很难的这个原因 那么 就是 社会科学 他的这些所谓的这些概念 本身就难以测量 幸福 民主 自由 进步 文明 这都是社会的概念 相反 摩擦里 主力 温度 那些那是你自然科学的概念 那是非常准确的 温度都可以用 20度 20.5度 那么精确的来衡量 这个民主 有拿数字来衡量的吗 幸福 有拿数字来衡量的吗 就是他本身他就 难以测量 难以测量 哪能有 他就对应不了那种准确的 规律 第二个因素 那么 你可以找到 社会科学问题的 一两个 但你说找全了 没有遗漏了 很难做到 第三呢 你搞研究的人本身 你就是有问题的 你就是这个 身在桃花源中的人 你没法排除你的局限性 所以很难找到 放置尔四海 结准的这种规律 那么这样呢 就说一下 社会科学呢 无法像自然科学那样 形成权威准确 这样一个 规律性的结论的东西 但是 我们讲 听老师说话 经常要注意的 但是 转折了 不代表 这个社会科学啊 比自然科学 更不科学 不客观 不是社会科学是 下等公民 不是 社会科学 尽管我们刚才说 社会科学 做实验也难 第四个问题说 做实验也难 甚至也做不了 第五个问题 我们说 找规律也困难 但是 不影响 社会科学的 真理性 不影响 我们人类 靠自己的能力 能够找到 规律 能够找到 社会科学的规律 这句话说的 比较空洞 那么我们 我们又回到 刚才我念 中国共产党的 1921年 7月23日 在上海召开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1年 请大家 用脑袋 回忆回忆 中国是什么样子呀 那是什么样子呀 那种状态下 我们的共同共产党 早期那些成立者 他们是不是 头脑中已经找到一个真理了 是不是认定一个规律了 所以 我们说 谁说社会科学 没有规律 谁说社会科学 不是科学 谁说 那么 这个 非得自然科学 才是科学 1921年内 那13个人 尤其是 我们 一直是中国人党的 这个 后来 仍然坚守 中文党事业的 那13个人 里边的人物 他们的意志 他们的思维 他们的这个 头脑中 就有多么强大的 发现规律 掌握真理的 这种能力呀 他们 如果按照 自然科学的观点 最伟大的科学家 他们 头脑中 形成的东西 那么正确 那么伟大 那么光荣 谁我们说呢 自然科学 是科学 社会科学 也是科学 自然科学 有规律 自然科学 也有规律 只是我们的规律 只是我们的规律 的表现形式 特征 和这样科学 有点不一样 那么我们在学 社科学的时候 经常发现 这个 人家是名人 说的话 名人概括 说的东西 你一个本科 上一看 这说的有点 不太准 我 五十多岁的一个老师 我讲一课 讲课 那你和数学学院的老师 和物理学院老师讲课 没法比的 数学学院物理老师 一旦头白了 他在课盘上讲 你挑不是什么错误的 你只有张小嘴 这个轻轻的份 相反 同学们 你听我听课 这第一堂课 听这长时间了 你发现 我会有好多漏洞吧 郑老师 那错错了 这说的不合适 那说的不完整 面对这种情况呢 同学们呢 一 不要诋毁社会学 不是他水中差 不是我水中差 不是搞社会的人水中差 他没有像自然科学那种呢 完整准确 而这是非常清晰的那种真理性的 不是大量 都是不是以大量的方式 那种方式存在的 所以这是呢 我们希望有这种比较清晰的认识 希望同学们有这样清晰的认识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呢 是研究社会科学问题的合理步骤 研究社会科学问题的合理步骤 这个问题呢 我们就以大而过的来说一说 就是说 一个搞社会科学研究的人 他会沿着这样的九个步骤 来做这个研究 首先第一点 观察 到人群中观察 到受人观察 观察现实 然后呢观察中 哎我找到问题了 哎这好像是个问题 我找到问题了 第三步呢 马上说 我我看看别人 别人写不写这个事 就是说看到别人的观察 这样的概念 然后发现别人 不仅我观察这个问题 别人也谈到这个问题 说不这样 我还能观察对了 和他们有共鸣 不是我一个人的一小天开 那么 好那我回去再好好观察 观察 原来我 原来我观察还对了 这还真是个事 真是个问题 第四步 进一步观察 那么你已经观察了 又看了别人观察了 又反过去 反过去和观察了 那么你这样就可以 提出一点 什么那么见解来了 那么你甚至可以 弄成一个什么 理论假说了 注意这是假说 假说 那么大致你这个假说 也不会太荒唐的 应该差不多 他百分之八九十 是至少有可行性的 好下一步的开始 我开始研究计划 做这个一步干什么 第七步呢 收集必要的资料 这个资料可不是 回到这个第三步 继续看文献了 当然不否认 对第三步的时候 看文献 看的比较粗 比较少 我这个到第七步这呢 我收集资料 我可以再多看点文献 不否认 但是呢 它不都是指 看别人的文献 更包括呢 我自己到现实中 去收集资料 所以这叫原始的研究 这叫呢 叫原创性的研究 就是 它收集资料的范围 是很广泛的 那么 把收集来的东西呢 再和我的想象 分析 这个 这个资料和我的观点 哪些是支撑我观点的 哪些是 补述我观点的 哪些是纠正我观点的 同时我也在调整这个 我的 这个 假说 调整我的构思和假说 干什么呢 这个就是理论和实践的匹配问题 干什么呢 我要解决这个现实问题 发现问题 发现得清楚 目的是为了解决的完美 所以说呢 就最后呢 得出一个完美的结论了 我要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这是完整的这样一个研究 社会问题的这个事后 那么 我展示这些东西 不是说我们可能会这样 这样讲的东西 我们一个也不这样来谈问题的 就是说 我们的所谈的东西 都是人家 专家呢 人家经过这样一个思路 研究成功的东西 我们把它拿来 我们讲的都是 人家经过这样一个过程中 研究好的东西拿来 那么我们拿来以后呢 希望呢 在我们头脑中 判断一下 他说的是非对错 上了没从 同时我们用我们头脑中呢 假设的到现实中去对应一下 他和现实中说的 是不是复合 是不是对现实有补充 是不是对现实有指导 我们是 策定这方面 而我们不是策定 这个原始研究 那么 这个呢 那么这是我们的第一堂课 对于这个 所有科学概论 做一个 用六个问题大致的这个谈一谈 好 同学们再见